那今天收到的这台手机有点狠 咱们先看一下纸条 关注你很久了 喜欢你的作品和修手机的态度 是6s后壳氧化严重 帮我换一个颜色一样的 听通声音小帮我看一下原因 电池显示维修换一块电池 指纹帮我看一下能不能用 刚换我贴一张外屏换一个 充电插口和喇叭声音小清理一下 写的问题比较多 但是都是小问题 这台手机正面还可以 就是外屏幕玻璃碎了 触摸显示正常 背面的金属后壳 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手机后壳成这样的 这个氧化掉漆太严重了 仔细观察是不是有一种 强烈的艺术感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电池的确实不行了 需要更换 声音小的是垃圾堵了 清理一下就好 好 咱们给老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换后壳 好咱们准备的是玫瑰金色的拆机后壳 准备更换 将之前的手机打开 电池换过 屏幕压关盖板 其他的没有动过 所有的配件装好 之前的卡槽掉漆严重 咱们配一个新的 贴上防水胶备用 屏幕已经压好盖板 装好屏幕上的各种配件 装好屏幕打上盖板 盖板螺丝 装好屏幕打上尾部螺丝 现在已经换好 手机的功能 咱们提前做了测试 手机的功能正常 没有问题 手机的钢化膜已经贴好 最后给大家解释一下指纹 这台手机添加指纹失败 暗丝主手验机显示 更换过指纹模组 这台手机主板是玫瑰金色的 但是Home键的话是金色的 一个主板对应一个Home键 你换过Home键的话 指纹是用不了的 看白了 点个双击呗 这台手机的机器 我们下车的机器 是用不了的